哈喽,欢迎来到宋董陪你看亚特兰大的频道 今天我要带你来看一个在亚特兰大 City of Atlanta 里面的一个房子 是两个房间,一个厕所,是一个小小的 bungalow 它现在开价是28万5千块 是一个非常不错的investment deal 这个地方你可以出租出去一个月可以最高到2600块 或者是你也可以把它拿来做Airbnb 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opportunity to add to the portfolio 然后这边离Downtown亚特兰大大概十分钟不到吧 甚至更短 然后就是离所有什么棒球场啦 篮球,不是棒球场,足球场啦 然后篮球Arena 旧的棒球场其实就在这个旁边 现在是Georgia State的Arena 这个以交通来说的话是非常非常方便的地方 然后如果是以投资来说的话 这是非常高投资保守率的一个房子 好吧,我们就来看看这个房子长什么样子吧 我们看外面可以看到这个房子是外面重新被粉刷过的 然后木头也是重新,应该重新装过 是全新的 整个front porch感觉上都是新的 然后可以看这边 然后它的那个detail还蛮不错的 它整个patio上面的木头啊 你看看 Decor更漂亮 把它的木头切得很漂亮 OK 你可以开门进来看到 一进来是餐厅的位置 你看新的地板 然后往左边看 你就会看到客厅 客厅的大小还算不错 以两个房间的房子来说的话 这也算不错的 可以放两张沙发 现在你看可以放两张沙发 然后那边还在多放一个椅子 这之前应该以前是有个fireplace 就是它把它挡起来了 然后进出来就往左边走 因为他们今天还有人在那边工作 所以有个梯子在这里 左边第一个房间 可以看到是queen size bed 然后有两个closet 不然是蛮不错的 然后这是这个房子唯一的一个厕所 在这边厕所 厕所也是relevade过的 可以放房子 sink 新的shower 然后tile 然后往后面走 厨房 这边就是厨房了 可以看到 白色的cabinet 新的appliances 新的冰箱 然后往后面走 这边有另外一个房间 这是第二个房间 这个房间比较小一点 这个房间比较小一点 就只能放一个单人床 放一个单人床刚刚好 然后这边是closet space 这边是衣橱 一走出来 这里就是厨房啦 然后往厨房后面走 这边有一个洗衣房 在这里 在洗衣房的旁边呢 还有一个办公室的空间 然后往后 然后我们可以看 我们来看一下后院吧 这是个后院 这是个后院 在亚特兰达的话 这后院其实还算不错 因为这边算是City of Atlanta 所以算是市中心里面 这边是从前门往外面看 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很棒的porch 看这porch上面可以其实坐不少人 可以看到我的车子 然后前面这边 就是离75、85跟i20是非常非常的近 所以要到哪里都很方便 然后这个地方用来坐Airbnb 或是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为只要来亚特兰达 看球赛啦 看concert的话 到那边都很近 谢谢大家今天来跟我看这个房子 如果喜欢的话 请大家广告跟我联络 因为这房子可能很快就会卖掉了 嗯 不过没有关系呢 因为房源 还是会有的 只要你只要你喜欢的话 我都可以帮你找到 很适合你的房子 好 如果还有什么其他问题的话 欢迎在下面留言哦 下次见啦 拜拜